真的叫你们上街头 一下出国 一下要上班 借口一大堆 民主党组织部副主任林昭映 话说得呛 陈耀支持者上街头 请党主席柯文哲 却借口一大堆 甚至在直播中拍桌 试图用激战法 要小草们站出来 礼拜天你会出来吗 你敢出来吗 今天叫你出来啊 我很气愤 我跟你讲最气的可能就是我 造成大家觉得可能太心急 这个也跟大家讲声不好意思 包括他没拍他 全国各地的科粉小草支持者 自发性的用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 到台北来 这个我们深深感谢他们 林昭映检讨支持者 秘书长周渝修帮忙道歉还家 强调他没有恶意 今年37岁的林昭映 由中立超硬格称好的他 从政前当过高铁台北站 建务员还有科技公司的业务工程师 曾任民众党桃园市党部副主委 2022年选过桃园中立区议员 虽然不幸落选 但这次总统和立委选举 民众党在桃园得票成长 林昭映也转站中央组织部 却没想到因为担心小草叫不动 一拍成名 不过其实这段期间 从地院外到北索外 陆续都有小草自发道场声援 却让鸡排妹郑家纯越看越不忍心 发文感叹民众党都没有任何支援 喊话愿意赞助青鸟运动买的两顶帐篷 留言还特地秀出实物罩 著名不是绿色的 另一边前总统陈水扁 则在群组上晒与柯文哲合照 手拿自己的题字坚持 还写下医师照顾受刑人 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注解 也有网友哭嗓写歌 唱出柯文哲的心情 不过柯文哲明明在关进去前 才录影片要大家好好生活 稍安勿躁 民众党缺乏动员令 外界都等着在看 这场宣讲会激起多少火花 民事选杨新方中海台北报道 MOD自由选自选50自选20 赶快加入民事新闻台